所以,我们要念经修佛 先要修自身 把自己的债还清了 把自己加强了 自己的运才能变好 当你的债还完之后 你的图腾不再是污秽不堪了 再修才可以用来改运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如果你说我还不过来 能不能先让我好一点后再还 但你身上的灵性不会答应 你的业障时辰一到 还是要你来还 丝毫不爽 师父还说 所以不要随便回向 在我们尚未解决个人积宝之前 不仅要超度身上的灵性 还需清业障 这才是重中之重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 观世音妈妈 当中我一直感受到菩萨的慈悲 但一直难接到菩萨的气场 我的脑海都是一朵朵的莲花 我口中念大悲咒 意念中 我一直在喊着我的师父 突然我看见师父来了 师父两病花白 很慈祥地看着我 我知道婆婆有救了 我失声痛哭 我不停地念大悲咒 不停地说 感恩师父 师父走的时候 我刚好念完四十九遍大悲咒 婆婆好了 她说浑身发热 整个空调车上的人都感觉发热 还有很浓的檀香味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统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 感恩师兄们 做个小分享 我已经许愿借邪淫 放下名利 前一段时间 单位要给我提干 以为我会很开心 要是以前 肯定是心花怒放了 可现在没有感觉到兴奋 并且向单位提出自己年龄 已经超过了提干 不要再考虑我了 领导说 这个你不要考虑了 工作好的就要重用 学佛就要做表率 自己不求也会找来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感恩一切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一下 治愈严重头皮屑的经历 我从上中学的时候 就开始有头皮屑 很严重 这么多年 试过了各种去头屑的洗发水 都没有什么效果 前段时间去剪头发的时候 连理发师都说 你赶快制止你的头皮屑吧 简直太恶心了 我表面上无所谓的样子 其实心里很难受 因为近二十年 已经试过所有的洗发水 现在依然很大的头皮屑 后来看到同修分享 小房子治愈头皮屑的内容 我当时由于工作繁忙 小房子念得少 就决定先念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导致我头皮屑的业障 念了半个月左右 居然我近二十年的严重头皮屑都消失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何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自从工作开始 大部分时间都使用电脑打字 只有特定的时刻 需要记录紧急事件 才会动手写字 我发现念经以前 写出来的字体 根本是龙飞凤母般的天书 往往自己才看得懂 念经以后 发现写字的时候 气定神闲 字体变得端正 如果家中的孩子 也是字体会让父母吐血 让他们好好念经吧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2. 学佛修心的宗旨与根本 4. 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选自白话佛法 视频开示 第109集 佛与心为宗 所以佛经上讲 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身口一三页 都要管好 你诸恶不能做 重善都要行 你自己要干净你自己的所有的意念 佛法就是靠自觉 觉悟 管住自己 那么管住自己 管哪里呢 身口一三页 那么三页里边 哪个页最重要呢 一页最重要 因为一页一动 才会引发自己的生业和口业 你想想看 你脑子里没有意识的话 你嘴巴会乱讲吗 你脑子里没有这种不好的 执着的意识 你的行为会暴露出 对他的不尊重吗 所以修行人就要自尽其义 就是你的意识 要让自己的心干净 你所有想出来的意识 必须让你自己的心干净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是个丈夫 你看见一个女人 今天在家里 你不要去觉得 她停一停 泪一泪 她不是你的用人 你自己要干净 觉得她是在付出 你就会自尽其义 你不会对她产生烦恼 否则的话 你就觉得一天那晚 她在偷懒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 师父的白话佛法 所以只要得法 即使你的运还没有变好 但只要你修 变化就是真实存在的 早修早得 自修自得 不修不得 就像用火烧开水 虽然还没看到水沸腾 但水温在升高 只是有的人火猛 很快就能烧开一壶水 而有的人慢一些 区别在于 虽然后者火苗小 宫里不深 但只要坚持 终有开的时候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